早安 皇上 该更衣了 今儿是您的万寿节 崇华宫备下家宴为您庆祝 咱们再不去就该迟了 更衣 给皇上更衣 这儿 一框功得怎么样了 回皇上 索新已经进了慎行司 当夜巡职的侍卫们 都看到有法师模样的人 出入义公公 只有索新还被招人 如今能证明皇贵妃清白的 也只有索新了 用行了吗 还没有 用行吧 必得用行 这儿 我在这儿就去吩咐 这都快开席了 皇上怎么还没来呀 这往年皇上都是最有兴致的 还来 一早就来 别看了 太后颜妃前面是不会来的 那上面的别摆了 都撤了吧 是 这说来 这说来应该是皇贵妃主持皇上的万寿节大礼 怎得不见皇贵妃的身影呢 淑贫这话可就说得明知顾问了 淑贫 今日是皇上的万寿节 等一下 千万不要提皇贵妃 免得扫了皇上的信 这人都说 一坤功闹刺客 是有人跟皇贵妃私通 我便是不信 玉妃姐姐 你见过皇贵妃吗 皇上不让我跟永祺去见姐姐 听说索心也进了慎行司 这会儿也不知道如何了 大师弟未尊宠 该不会到最后也被牵连受刑吧 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姐姐 好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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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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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贵妃娘娘有事吩咐 今日是皇上的万寿节 本宫做了些皇上素日爱吃的点心 给皇上贺寿 还想樊井嬷嬷送到寿宴中去 娘娘 您在禁足啊 照规矩 易坤宫的人与物 只准进不准出啊 本宫知道规矩如此 只是今日是皇上的万寿节 皇上与本宫相伴十素年 要不表表心意 好像也不合礼数 或会令皇上不悦 可是 本宫知道贸然让嬷嬷送东西出去 是难为嬷嬷了 奴婢倒没什么 只是即使奴婢送过去了 皇上那边收不收 也不一定呢 收不收在皇上 送不送是本宫的心意 不然嬷嬷不用送入寿宴中 交给于飞比好 既然这样 那奴婢就交给于飞安排了 多谢嬷嬷 来人 嬴贞 不如本宫来使吧 不如本宫来使吧 皇贞妃娘娘对皇上的心意 自始不会有什么 奴婢只是走一个程序 这就送出去 有谢嬷嬷 我说的 怎么办 这不是 不是 我先想知道 不然 怎么办 不然 娘娘放心 奴婢一定嫁到于妃手上 太后皇上驾到 太后万安 皇上万安 都坐下吧 谢太后 皇帝啊 今天是你的万寿节 纵有旁的烦心事 都放一放 咱们好好乐一乐 好 皇娘 那即刻开席吧 皇上 皇娘 儿子敬您一杯 祝您身体康健 万寿无疆 皇帝 舒心畅饮 还真是好看啊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皇上 臣妾以茶代酒 祝皇上扶随安康 万寿无疆 祝皇上 福遂安康 万寿无疆 家贵妃 你有着身子 要仔细一点 乙妃娘娘 起来吧 这是皇帝妃娘娘 为皇上背的寿礼 是皇贵妃娘娘 让你交给本宫的 是 是皇贵妃娘娘 亲手为皇上做的点心 说是让奴婢交给您 您看过之后 没有什么不妥 看着安排 有劳嬷嬷了 叶欣 奴婢告退 皇贵妃娘娘还在禁足 也真是难为她一番心意了 琴笛携相奏 桃李孝迎春 主 这不妥怕 这是给皇上的 奴婢 主 主 去找林侍卫來